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k是時數 然後這個方程式它有兩個十根 如果其中一根大於一 就是大根 一根大於一 假設它有兩個根 一個是Ry 一個β 另外一根呢小根 β它是小於0 那麼它用k的範圍回來 首先我們就把它解出來 這個方式的話就代公式好了 代公式的話 這個x就等於多少 a分之負二分之b 負二分之b就是負的多少 這個一半 就6k 加上9 加減更好多少 二分之b平方 就是6k 4k 加9 的平方 二分之b平方 減掉9 4乘9 4乘9 再乘多少 再乘以4k平方 4k平方 加12k 加5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有個什麼呢 有個3可以抽出來 3 3抽出來 3抽出來 3抽出來就是3得9 就是9 等於是9抽出來的話就變3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多少 就變成2k 加3的平方 然後 然後呢 沒有 這是2分之b平方 減ac 這個沒有4 減掉多少呢 因為這個9已經抽出去了 減掉多少 減掉後面這個 4k平方 加12k 加5 這展開來 剛好是4k平方 加上12k 加3乘9 4k平方可以消掉 12k消掉 所以剩下9-5 9-5就等於4 這等於4 所以是3跟號4 所以呢 這個等到3-6 這等於6 也就是說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 9分之 負6k 減9 加6 或者是什麼呢 或者是9分之 負6k 減9 減6 那這樣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3分多少呢 3分之負2k 3分之負2k 這個是負3 除以3的話 這個是負1 或者多少呢 3分之負2k 15 35 減5 所以他有這兩個解 然後呢 這個解比較大 這個解比較小 他說這個大1 也就是說 3分之負2k 減1這個大1 而且喔 小根 它是小於0的 3分之負2k 減5呢 小於0 好 這個的話呢 是多少 2分乘以3 2分乘以3 2分乘以3以後 再把1移過去 就是 得到多少 得到這個 負2k 減1 大於3 再把1移過去嘛 就變成加1 整以4 然後兩邊在除以內 負2 所以k 大於多少 大於負2 k大於負2 好 再來我們看看喔 欸 這有沒有弄錯 他說其中一根大於1 這大於1 啊 這小於0 這小於0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2k 減5喔 加5的話 大於 那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k 大於多少 二分之負 欸 這個可能弄錯了 這個的話喔 嗯 我兩邊的話 除以負2 兩邊除以負2的話 不等好好顛倒過來 哇 就兩邊乘以負2分之1 兩邊乘以負2分之1的話 乘以負數不等好好顛倒過來 所以這是小於負2才對 那這個是大於呢 2分之負5 所以我就曉得喔 k的範圍 k的範圍是小於負2 啊大於多少 2分之負5 所以這一題大應該是A 所以這一題大應該是A 是A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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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